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邱瑞,欢迎收看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今天我们来看我身后这套投资房,我的位置是在Princeton 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小区里面买过一套房子,是新房 当时只有22万4,现在所有的新房全部卖完了,价格应该涨到了24万多 那这套房子是13年建的,然后它的面积是1700尺,3加2 但这个户型比我们前面买的新房的户型好 而且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13年的整体的 我这个车,这个车的啥车该换 13年的状态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得多 我们整体所有的墙面,窗户脚,门边,所有非常崭新,非常窄 然后它还这边,你看它的前面布式修得也很好 这边种了两棵小树,很小的树 所以作为警官,把它和邻居隔开,这种感觉是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前这个屋主住的是比较用心的 3加2,1700尺,2003年,现在它的挂牌价格是23万5 5276块钱一年的房产税 物业费一年是350块钱 好,我们进来了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很长的走廊 通到我们的主卧和客厅,这边有两个卧室分开的 所以你前面这个小卧室,你也可以做书房,可以做第三个卧室 所以你看以前13年的房子还是有吊扇的,是吧 然后它整体的空调机现在在这儿,开到是75度 它的门也和像那种特别cheap那种便宜房门也不一样 虽然是空心,但是这个门是有花纹的,是吧 有一些花纹不是这样,或者比这个感觉显得要旧一些 然后帮安子也都很漂亮,打开看一下 你很难想象一个七年的房子现在住起来 这个状态跟新的实际上差别不是特别大 好,我们现在到第二个卧室去看一下 这个入户这个走廊,你看有两个小的吊灯 过来呢是地毯是普通的地毯,地砖它铺的也非常好 便宜的砖,但是铺的整体感觉是不错的 然后我猜这个建商之前是没有送镜子的 所以他自己买了块镜子,这个镜子就三五十块钱 当然你要买高级的,也是这种花纹 可能材质不一样就可以得到两三百 龙头是不太好用的比较便宜的龙头 但是现在能出水,没有故障,灯也是 所有这些你可以看到亮的这种都是很便宜的 而且他们家卫生做得很好 你看它全部擦都很干净,台面是一体的 它所有的这个包括厨房的门全都自己 就是自己安了这个棍的这个把手 他家卫生做得好,房子那个维护的好 你看连淋浴喷头是换锅的 这边还自己加了团子,很少有房子 在这也加团子 然后墙上贴的小砖,贴得很好 你感觉是不是像那么cheap的房子 厕所的门也很漂亮 好了,这边是另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有两个衣柜的门 从中间可以通过去 很有意思吧,但是这一个门成本 加安装无计一百多块钱 买的成本无计,如果他们自己去买的就是六十来块钱 卖可能是八十到一百 那多一个门也比较好,没问题 好,我们再往前走 这是大门 如果这有采光就更好了 当然如果要采光的话需要花钱升级 好,我们进来之后呢 他把他的这个,你看这边是一氧化碳烟雾探测器 然后门铃和这个一氧化碳都放在这边 所以整个这把炒菜如果有烟雾的话 他会报警在房子的正中间 过来这个我最喜欢就是他的客厅 然后还有餐厅还有厨房 就这块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你得就买这种便宜的房子 大家也知道他便宜 然后来住的也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蓝领 但是如果他能拥有这样的厨房 还有这么大的客厅孩子可以玩 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开心住在这 首先这个台面看到没有是贴皮的 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你由于他的卫生选的这个颜色 做得比较好 显得他没有这么低 发现了没有 为什么这套房子进来看起来 我们觉得不像那种便宜房子 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设计还有整体 它真的维护得非常好 而且因为它重新刷了漆 这个漆颜色选的那种性冷淡色 很高级的这种 就是让你感觉很舒服 竹柜和墙面也都是弄得很好 而且这个吧台很长 吧台这边全部是用的地砖 这样铺过来之后 所以你这可以做甚至五六个 六七个朋友一起可以在这儿 喝点小酒 哪怕打个smoothie 是吧也都蛮好 厨房冰箱它 我猜它是留下来了 这个冰箱应该是当时建商来送的 他也觉得不太值钱 所以他搬不走了 但是就像洗衣机一样能转就行 冰箱制冷就行 然后这边呢 他所有的门全部这个安了把手 然后柜子里面也做的 你看 就给人感觉这家人虽然房子住的不贵 但是人家就是维护的是 就上心 很好 你看就这种只有便宜的房子 才会一个柜门这么大 为啥呢 就好用嘛 节省材料嘛 你再加一个门不还得加盒叶 然后再弄 这个就感觉很舒服 然后这个是当时加钱了的 看到没有 这样坐下来也漂亮 贴的也都很好 你看 抽屉 你看就说明他自己加的了 如果是建商加的 也差不多 他不会去考虑那么多 所以这个抽屉打不开 所以这个可以藏钱 一说藏钱 就感觉被老婆逼极了那种 我老婆 你看他这个是这样子 这是个直营水 那没有加绿水器 加了一个 我一个心 我感觉不太敢喝 接完还是得烧一下 哇 你看微波炉 感觉挺新的 换句话说 这应该是新的 remove protective film before use 这是新的 还没有刺下来的 烤箱也是新的 啪啪的 感觉烤箱的门还没跪门厚 但是哎呀 便宜呀 好呀 然后这边你看它不是跪门 它是三个抽屉 这个很重要 抽屉的造价比门的造价 卡住了 就点掐了啊 大家你买买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只是讲这个 我这辈子注定卖不了高级房子呀 你看三十多都给你们打着领带抽屉拉不开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二十三万多你就不要自行车 要啥自行车啊 差不多就行了 好 好 我们这边是主卧 我们可以先到后院看一下 把这个打开 这个它是后面换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三个blowns是后面换的 因为我们是在Prinston 所以它的土地现在还没有那么值钱 所以说你买二十多万的房子才会有这么大的地 你看这后面多工整 餐厅只有一个啊 这个房子 但是这个绝对够够用是够用的 你看一看这啊 这个院子虽然不大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减肥 那个弯应该是够了 我今天穿了一下我春天穿的这个裤子 这个皮带啊啥都已经不行了 所以就是我非常需要一个这么大的院子就行 再大你看你也不行太狼了是吧 然后后院这个整体的这个它也刷过了 是不是很漂亮 新就很漂亮 但是颜色有点那个老美喜欢的颜色 我们还是喜欢白色的 它这个跟后面的fans整个配起来了 而且它院子排水特别好 又工整 然后又有倾斜脚 排水又好 所以它是慢慢的很缓的一个坡流过去的 就感觉很舒服 然后你看院子这个fans也工工整整的 就感觉邻居都是好人 是不是这种感觉 一圈没有gutter 要以后要装gutter 你看啊 这个房子是13年就7年了 它现在没有装gutter 草皮还能这么好 说明什么 说明以前这家屋主真的是可以 这要看人啊 人家维护的好 好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多一个比中间那个中导好用 是吧 这个边下出来多出来很多柜子 然后有两层台面 close 还没看 挺深的 这个我可以走进去了 是吧 走进这上面在登的啊 上面在登的 OK 我们现在去主卧 这个这个是入 实际上是入户的衣帽间 就是人走进来 因为这侧没有嘛 他把入户衣帽间放在这儿呢 到主卧 主卧的面积也不错 没有客厅大 那主卧面积也不错 朝侧院大吊扇 然后到浴室是双开门 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 现在不是买的便宜房都只有一个龙头吗 就我们在那个 麦里萨那儿 麦里萨贵嘛 我们前两天看的 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 就是二十六七万 二块二十八万 你得要加装 它只有标配只有一个水池 那这一三年的人家就是有两个水池 而且房子状态还依然很好 这个镜子也是自己在沃尔玛买的 我猜是这样的 五个灯头的灯 再过来这全部贴的是小砖跟你一样的 浴缸也OK 非常漂亮 你觉得那二三万多的房子 这个浴缸 然后它的淋浴看到没有 这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 是吧 玻璃的 就是可能不如我们中国的浮药玻璃 但是它是玻璃的 然后它是两人位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就厉害了 是吧 这还可以过来 你看见我吧 咋洗都行 大部分 你像包括到Freesco 买了三十一二万的房子 那种投资房 90年都是一个 它两人位 从实用性来说好 但是你看 它厕所因为小嘛 它这块没有升级 所以没有门 出风在这儿 衣帽间非常工整 衣帽间很大 大概三米的宽度吧 三米乘两米五 我觉得有六七个 有六个平方 我觉得这块至少有 是不是 差不多六个平方也有 所以1700尺3加2 像这样的房子 我觉得 我几乎找不出来它的毛病 除了刚才那个吊链子 那个抽屉 真的找不出来什么毛病 然后上市三天 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买得到 但是我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而且这个房子租随便租过 我们因为在这个区 有一套房子出租 租的是1625 运气比较好 我们签了三年 所以我觉得这套房子 你不管签两年还是签三年 我觉得1600块钱应该是保底的 所以2325租1600 可以 还有没有要看 我们去车库看一下 缺点 现在我能发现就只有一个gatter 其他我觉得没有缺点 你看23万多的房子 洗衣房都有橱柜 你说还要怎样 那个抽屉 我们肯定会让卖家修好 如果我们能买得到的话 我们会让卖家修好 这些热水器也都比较新了 这都是13年的嘛 对吧 13年6月24号的 我们把车库开看一下 他们家这么多垃圾 他们家三个 然后Sprinkler 登登登 他把系统已经关掉了 这也太省钱了 卖房子的时候就那个啥 把它关掉 这样这两天就浇不了水 他为了省水 哎呀我一不小心把它打着 如果这个房子我们买的话 可能要保护这个地基 把它关上去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好 我们在这要守规矩 是吧 我老是这样重复这样的事情 感觉我是平时特别不守规矩的人 被你们猜对了 好 然后这个房子 你看到没有 他这安猫眼 就说明之前还是租过的 就是除非这个猫眼是他自己安的 因为你看这有暗锁 就是外面打不开的 然后再加上猫眼 就说明就是法律上要求 他应该是租过的 就是出租他会要求这样子 自己屋主按个猫眼 这种情况比较少 所以再回到这个房子 最舒服的地方 我觉得是值这个钱 所以大家我们准备吧 反正现在我们现在就是 很多人都准备买 我们现在团队我们有四个销售 销售服务经理 所以看你们谁的客人需要 我觉得OK 就这样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澳翔美国房产咨询 加我的微信 澳翔US001 我在Dallas等着你 再见